这台机器比我在传统人工那里看到的感觉要先进许多 那您赶快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吗 通过这个电控箱 所有的动作都有它来指令 有这个涡轮传动 这个是涡轮传动 涡轮传动 里面有两组齿轮 传统的只有一个 还有传统的刀剂是一个铁边 咱们这个刀是金刚的 那非常的坚硬啊 对 那后边这个是什么呀 这一排 这一排是保护轨道 这个刀也是像我在传统那看的 它会前后的移动 对 它有没有一个模子让您去参考啊 有 那您带我看一下吧 好 你看 就靠这个 我已经看出来这个有凹的地方 有凸出来的地方 是 然后有这个光纤感应 它就可以演出这一个 直接测出 我们要的模样 陈师傅的机器由电控箱 控制所有指令 机器启动后 手动控制下降按钮下刀 再调整好线位开关 把控箱的手动改成自动加工 机器就会通过光纤感应 自动跟踪 控制刀子的深浅 人工只需控制左右移动按钮 就能完成花瓶 就能完成花瓶 也要做了 在转身上 机器的手动